先看這邊 好 我們買一台麵爐 我們買來賓士 要這麼厚一疊的錢 這麼厚一疊的錢 我給你這麼厚一疊的錢要不要 為什麼 那是金子 那我請問你 我請問你 我現在準備這麼厚一點的錢 我要去買東西 可是如果老闆加兩成呢 或者是減兩成呢 我要付多少錢 等一下等一下 你先跟我講兩成 兩成 那個兩成是指多少分量 二十趴 那那個趴的意思就是全部分幾份 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分 對 分一百份 記起來分一百份 所以額外接起來 加加加加 加是額外這裡再加上去喔 原本再加上去 原本再加上去 所以注意聽喔 那加二十趴的時候 那我請問你了 那最後是不是這麼厚一點 是不是原本 原本 然後再加這裡的分量呢 就是從這裡面 就是從這裡面 怎麼拿出來 這裡 這裡是從這裡 怎麼拿出來 分一百份 然後 然後 對 其中的十份 一共二十份 拿這裡出來 懂不懂 懂不懂 所以其實其實它變成它的一倍更多了 聽得懂 如果你乘以一 是不是原原本本就是自己 現在額外再多了 所以一定是超過一倍超過一倍 所以呢 算法就是乘 1.2 對 1.2 會了 那請問在這裡呢 減掉減掉啊 所以減掉 所以我把這裡十份 這裡十份 一共二十份 我把這裡 這裡拿掉嘛 會不會了 所以只剩全部的 一百份的 八十份 就是八十趴嘛 會不會了 算部分 算部分的時候 就直接乘啊 直接乘啊 所以就是直接乘 0.8 會不會了 所以加兩乘 做什麼事情 加三乘 加四乘 加三乘 加三乘五 0.85 欸 再來 啊沒有了 再來 那減兩乘 減四乘 再來 再來 十趴 off 乘0.9 對那個off off 也是減掉的意思 懂不懂 所以減掉十趴 還有九十趴 懂不懂 所以乘0.9 再來 乘 打八折 也是一樣 乘0.8 會了齁 所以這裡講完喔 複習完了喔 好 所以記得加乘多加一 打折 打折 加乘 打折 加乘 會齁 會齁 這裡沒問題 再來 再來 來 看到了 來看題目 把定價八千次的腳踏車打七五折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定價 這接下來 我教你看到九個東西嘛 成本定價售價 賺 成定售 看到成本定價售價 成本定價售價 就看到成定售啦 或者是看到買 看到賣 看到賺 看到賺 看到打折 加乘 會不會 我在講的時候 成就是指成本 定就是指定價 售就是指售價 好 那這兩個地方 成本變定價之後 這裡會做一件事情叫 加乘 賣出去的時候會 打折 對 會打折 再來呢 再來 這裡一筆呢 就知道賺或者是 賠 賺 賺或者是賠 你只要出現這裡面 其中一個字 這整個過程叫做買賣 賣 賣東西嘛 賣東西嘛 會不會了 所以這整個過程叫買賣 買賣 懂不懂 懂齁 啊所以呢你只要看到 有這幾個字 不管哪一個字出現 你都要把這整個 整個 整個流程表畫出來 會不會了 會不會 哪一天你被 被 被熱粥潑到了 你會馬上想到什麼 你被火燒傷了 你要馬上想到什麼 怎麼打電話 怎麼打電話啊 我還上天堂也打電話 蛤 衝 脫 套 蓋 送 喔你們這個都不知道 喔 好 再來 好 所以呢 這一題 這一題注意看了 有沒有看到定價 有沒有看到打七五折 有沒有看到瘦 有沒有看到賠 有沒有看到賠 有 看到那麼多個了 只要看到一個 就得寫啦 看那麼多個 好 看到一隻鬼就嚇死了 還沒看到在整圈耶 好 成定獸對不對 好再來 準備寫上去囉 準備寫上去囉 定價多少 8件次 好 放上去 8件次 好 再打幾折賣出去 七五折 啊七五折 七五折 七五折 打掉剩下七五折 七十五趴 打掉一些只留下來七十五趴 聽得懂嗎 啊七十五趴就是一部分 一部分一部分 一部分 所以呢打折直接 乘 所以乘一百分之 這是七十五趴啦 啊七十五趴就是一百分之 七十五啦 要不然就是小數乘 零點七五啦 好 通通寫 我就養成壞習慣了 就只想寫不想那個 哈囉齁 啊所以再來 這個你問啊 好 記住這兩個零 代表乘一百 乘一百 小數點要 往後退兩位 所以就變成 七十五 啊所以這裡簡單了 所以變成八四零零 乘零點七五 乘一百給別人乘 所以變成七十五 七十五七十五呢 有五就找二給他乘 所以這裡變四十二 這裡變一百五 又有五呢 注意看我的小算法啦 注意看我的小算法會比你快 好再除以二 變二十一 啊除掉二 就是拿給別人乘 給他乘 變三百 所以乘起來不就簡單了 三二六 三一三 兩個零 做功 這個乘法小技巧 二十五找四 一二五找八 這以前講過 二十五找四 一二五找八 會喔 其他的五都找二給他乘 好 所以最後他問你賺還是 賠啊 好簡單喔 那就比這裡啊 這兩個比一下就好了啊 那你覺得他賺還是賠 賠啊 賠多少 賠多少 二一零零 收工 好第一題 好了嗎 好了沒 好了嗎 好了嗎 好了 這裡擦 好 來請問你 我為什麼要留這個 什麼善良 這跟我善良沒有關係 好不好 這叫我 這是我偷懶 第二題看 好 為什麼我要把這個留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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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夏天還要用 蛤 夏天還要用 蛤 夏一題還要用 蛤 我怎麼夏一題要用 蛤 蛤 蛤 還看到他們後面咯 蛤 那有成本啊 蛤 有看到成本就直接要用啦 所以不但有成本 還有加一成二 還有售價 有沒有 後面還有一個鑽有沒有 那麼多個 只要一個就得寫啦 好 成本多少 四百五十元 四百五十元 好放這個位置 那結果加多少 一成二 記起來 是原本再加上去 原本加上去 原本加上去 所以請問你來 如果是乘以一 是不是就是原本 沒變啊 那你又要加上去的話 所以倍數一定是比一倍更多 聽得懂 聽得懂 所以一成二 一成二 一成二的份量 就是全部一百分裡面的十二 因為一成二就是十二趴 看這邊 你們都常常把這個東西寫錯 一成二記 以後只要看到成跟折 就想成這個念成十 念成十 所以就是一十二 然後加三個趴就好了 那三折呢 三折呢 這個把它念成十 三十然後加個趴就好了 會不會了 所以以後只要看到成跟折 就念成十就對了 會不會了 好 念個十加個趴 不用講顏色喔 不要強調顏色 所以就念個十加個趴 會不會 會不會 懂不懂啦 不要 這個就很難念了 一加二藍 好 好難聽 這是十喔 好 念個十加個趴 再來 所以這裡就要加 所以記起來加乘加乘多加一 打折直接乘 因為打折只算部分 所以直接乘 懂不懂 拿一半乘二分之一啊 拿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 拿四分之一就乘四分之一 懂不懂 因為 因為那個分母會約分掉 就是在找每一份啊 聽得懂聽不懂 聽得懂聽不懂 我問你了 我要拿走四分之三 拿走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就是分四分 分四分 拿三分走 有沒有 對不對 啊當你約分有沒有發現 其實就是在找 每一份 有沒有 會不會了 啊所以就直接乘 懂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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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齁 所以接下來打折打折只算一部分 所以直接乘 所以打折 所以打折 直接乘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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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折 打折打折打折 直接乘打折 嘿 那加乘呢 多加一 多加一 會齁加一 會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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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一 好 啊所以這裡 這裡 這裡 這裡咧 乘 錯 1.12 嗯 1.12 欸 這12% 這12% 我不是跟你講過 這個符號就是除100 除100 小數點要往前移 所以是 1.12 啊再加一咧 1.12 會啊 會不會了 好 所以恭喜你來 這裡自己摔 好 我寫的每個東西都要寫上去喔 目標定高一點啊 你們裡面很多人都很 都學得很快 可是計算的毛病很難改 你知道齁 抄的時候念出來 計算的時候按部就半算 不要求快 快沒有意義 數學是要想 數學是要想 好了沒 好了沒 我在講第二題而已 給我跳到那裡去 所以你算完多少 500 500 欸錯喔 它是直接加成就賣出去了 所以 有這個東西嗎 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是工廠指引的 我做好就直接賣啦 沒有我是不是做好就直接賣 所以就跳過那個步驟直接下來啦 會不會了 所以這裡賣500 0次 好 450 乘以1.12 所以等於504 所以最後賺還是賠 賺多少 1 5 4 斷 你先不管啦 你先找1包啊 算多少 5 1 5 4 可是小心 因為你是賣幾包 40 40包 所以你還要再乘 這也不是154啦 誰在給我亂講154 54啦 那幾包 40包 所以再乘40 所以等於 21 60 對 好 沒錯 想去 好 什麼是趴 趴就是做什麼事情 趴就是除100 好 那變分數就是轉一下 變分數就是轉一下 變分數就是轉一下 轉一下就一百分之車啊 那如果變分數就是小數點往前移 兩位 所以很簡單吧 我這樣的方法比學校好近吧 會喔 轉一下 要不然就是往前移兩位 轉一下往前移兩位 會了齁 就變分數小數囉 懂不懂 好所以這裡知道了 來第三題 第三題 來 看一下 奇怪我才看一眼我就知道要幹什麼事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第一句就出現成本了 所以一定是成定壽啊 買賣問題 好 照成本加 兩成五 加兩成五 加成 加成 多加一 好 多加一 啊兩成五呢 成 念成十啊 加個趴 所以就二十 五趴 兩成五 兩成五 二十五趴 會不會了 會不會 會喔 好啊所以就是等於成 一點 二五 好再看下來就是 好啊成本放上去一百八 好啊再來 賣出去的時候打九折 打九折 九折 九折 這念念成十 加個趴 所以就是 九十趴 啊九十趴 九十趴 就是 零點 九 啊恭喜你來開始算 多少 二 二 二 五 啊這裡 二二五再乘0.9 所以等於 二 零 二 點 五 好 寫上 好 所以問你賺跟賠呢 比哪裡 對 比這兩個 比這兩個 好啊所以等於 賺還是平 賺多少 賺多少 二二 二二 點五 手工 蛤 什麼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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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這兩個是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他是神給他 他是神給他 所以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你穿的內褲跟我穿的內褲有什麼關係 你穿的衣服我穿的褲子 那你的衣服跟我褲子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神給他的 這個是神給他的 用在不同數字身上的 會齁 好再 第四題你們是不是 再開始寫了 好 你看到第幾句就知道馬上寫成定獸了 第一句 第一句喔 亂講 第二句吧 第二句 是不是定價一百 二十元 好所以來寫成定獸 成定獸 好定價多少 放上去 定價還是成本 定價 定價 所以放好位置喔 好 減價多少 幾折 七五折 七五折 所以呢就是 七十五 七十五 所以就是 零點七五 好 賣出去了沒 七五折之後賣了沒 還沒啊 還有繼續 還在繼續打折優待啊 那什麼叫做十趴的優待 那十趴是要算錢還是不算錢 結果我優待的 你去吃飯有沒有 那老闆就說 這一盤小菜我優待你 我招待的 那招待你要付錢嗎 不用啊 所以那十趴就是不用付錢啊 所以一百份裡面還有十份十趴是不用付錢的 所以呢 換句話說 又在打折多少 亂講 亂講 十趴是優待 優待是不算 我要花一百塊 可是小菜才十塊而已 不用算錢嘛 所以十趴不用算錢的話 那還有幾趴要算錢 零點九啊 所以意思就是再打一次九折啊 所以再乘九十趴 所以再乘一次 0.9 所以打折 再打折 會不會了 懂不懂 好所以記起來這題是打折 再打折 好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十趴優待的嗎 把優待那兩個字講去 不算錢 好 優待就是什麼 不算錢 好 所以十趴不算錢 那多少分量又算錢 蛤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 它其實就叫做十趴off啦 十趴off啦 所以就是只算 只算九十 一百分裡面 我只算九十份的錢 十份優待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叫做打 九折啦 好 這裡賣掉了 好 這裡賣掉了 所以這剩下會算嗎 來 出去看我怎麼算 一百二十 來 零點七五 你有背過 票分數 聰明 零點七五四分之三 來 零點九 背過 十跟他約分 四跟他約分 三三 九三 九九 八十一 算完 來 比一下 算還是賠 廢話你一直打著這樣賠錢嘛 所以賠 二十 喔錯 三十 九元 收工 好 好 兩次 來 兩乘三 二十三 一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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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趴 好 我只講趴而已 好 再來 七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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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乘跟乘都要念成 十 會齁 好 再來 再來 八八乘 八十八 八十八 好 再來 五乘六 五十六 會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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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折 佳 打折 加承 打折 加承 加成 打折 加承 加晨 加晨 打折 加晨 加晨 打折 一恒 会练错吼 连我自己都嘎嘰呀 再来 再来